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上次我们说到格兰特上尉和布朗少校他们所率领的队伍被苏族人团团包围 那么大约16英里之外的里奇迪堡,西伯利上校就接到了格兰特和布朗他们被围的消息 所以呢,他很快派出了一支由240名士兵组成的救援队 他们手中呢,有两门六棒炮,由麦克菲尔上校所领导 可是这位麦克菲尔上校不仅带领队伍走错了路 而且呢,当他遇到苏族战士的时候 他还认为自己已经被苏族人包围了而停了下来,派人回堡垒求援 实际上他所遇到的苏族战士,一看这支队伍骑兵人数众多 所以并没有贸然冲锋,而只是虚张盛世围着这支队伍大喊大叫 没想到麦克菲尔上校居然以为他被苏族人包围了 苏族的印尼安战士只用了30多个人来牵制这支白人队伍 甚至人继续对被围的格兰特上位还有布朗少校的队伍进行围攻 眼看着被围的白人队伍就要全军覆没 就在1862年9月3日上午 幸亏西布利上校亲自率领一支庞大的步兵部队和炮兵前来救援 这才用猛烈的炮火将苏族战士彻底驱散 当西布利上校进入到被围白人队伍的营地的时候 他看到是13名士兵被杀 90多匹马死亡 47人重伤 幸存者在没有水休息和食物的情况下 在31个小时的围困中已经彻底的筋疲力尽 这次战役是1862年苏族战争中 美国军队经历的伤亡最惨重的作战 不过不幸中的万幸 那就是小乌鸦和他的手下并没有加入围困的苏族人的队伍 否则的话被围困的白人队伍将会全军覆没 这场作战对西布利上校最大的损害 就是他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马匹 回到堡垒之后 西布利手下只剩下了25名骑兵 这就让西布利上校在之后的行动中 丧失了机动性 只能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 可是明尼苏达东部已经陷入到彻底的恐慌 人们开始谴责西布利上校的无能 说他低估了苏族人的冷户无情 而对他的这种过于谨慎的态度表示失望 甚至有人说西布利上校之所以过于谨慎 是因为他和苏族人有着大量的个人和商业的关系 州长拉姆齐一再向黄盛顿战争部和其他州的州长请求援助 但这个时候因为美国内战正在如火如荼 所以联邦军很难给予明尼苏达大量的帮助 那么以小乌鸦为首的苏族战士们 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并没有让苏族部落团结在一起 反而让一直和小乌鸦部落敌对的其他部落感觉到强大的威胁 在之后召开的印尼安部落会议上 他们和白人定居者关系比较好的部落 就提出要到之前的战场去看一看 到底真实的情况是否像小乌鸦所说的那样 结果呢在他们探查战场的时候 就发现了西布利上校的一封信 西布利上校在撤退的时候 特意在战场上给小乌鸦留下了这封信 它是装在一个雪茄盒里 并且放在了地上的一根木桩上 这样方便它被发现 在这封信中呢 西布利写道 如果小乌鸦有什么提议 就让他派一个混血儿送给西布利 而且西布利上校保证 信使会受到保护 就这样就开启了一系列 西布利上校和小乌鸦之间的通信 当然他们之间的通信并没有导致 任何停战协议的签署 但是呢在这通信之中 双方都开始了解对方的情况 当小乌鸦得知 西布利的军队人数正在增加 而且很快就会出发来进攻他们的时候 小乌鸦和他手下的速度战士 就开始向北移动 结果就被敌视他们的另外一个 一年部落的首领红铁击退 9月19日西布利上校终于率领着他的队伍离开了堡垒 前去进攻小乌鸦 他率领的部队人数是1619人 西布利上校之所以出兵 这是因为在拉姆齐州长的一再恳求之下 美国政府开始认真的对待发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冲突 1862年9月6日 战争部长温斯坦顿就创建了新的西北军事指挥部 并且任命波普将军指挥他 波普将军在9月16日抵达了明尼苏达州 他向西布利施压 让他强行进攻苏组的部队 西布利这个时候麾下都是新兵 严重的缺乏经验 而且他也面临着食物 枪支 弹药和衣服的短缺 不过呢 有大批的物资终于在9月11日到14日期间 运抵了西布利的营地 就这样西布利率领了他的队伍 出发了 西布利的队伍在9月22日 到达了一个叫做孤树湖的地方 这个时候他们的食物已经非常匮乏了 士兵们遭到饥饿的困扰 所以呢 有几名士兵在9月23日早上 就到苏族人的活动区域寻找土豆吃 结果无意之中 就引发了双方的最终决战 小乌鸦一直关注着西布利上校所率领军队的动向 但小乌鸦不知道的是 几位和他敌对的阴天部落的酋长 已经跟西布利取得了单独的联系 他们表示必要的时候 会对西布利上校提供帮助 9月22日上午 小乌鸦命令他麾下的苏族部队向南进军 他告诉他麾下的苏族战士们 任何可以带回白人军官头皮的人都会受到极大的奖赏 可是他手下的苏族战士们有相当一部分人 已经转头向和白人友好的苏族部落 那么等到小乌鸦率领他的战士们 到达离孤树湖几英里地方的时候 他的兵力是738人 他们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进攻 小乌鸦试图激励手下的战士们 他说我们人数众多而且很强大 我们会得到轻松的胜利 并且会有大量的战利品 尤其是粮食 他建议趁着夜色包围西布利的营地 他认为这样很容易就可以把营地攻下 但是和小乌鸦在一起的另外两位 苏族部落的首领 实际上这两位首领呢 都和白人的关系很好 他们就反对小乌鸦的计划 一个人呢 就说小乌鸦是虚张声势 他说白人军队比小乌鸦说的要多很多 而且他指出 白人的军队是有望远镜的 当你看到白人军队的时候 白人的指挥官实际已经通过望远镜 看到了阴间人 并且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大炮 而另外一位阴间部落的首领 就嘲笑小乌鸦的计划 说他夜席代表他胆小 根本不配做苏族人的首领 他说不少苏族部落是不支持夜席的 如果夜间进攻 只会有部分的苏族战士参加 所以夜席的计划注定会失败 那么这两位和白人友好的部落首领 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延长辩论的时间 试图把攻击推迟到早上 这样他们会有更好的机会 警告西部里上校的部队 最终呢 印第安部落的首领们 达到了共识 就是发起攻击 不过这个时候 和西部里已经按通款取的 部落首领再次建议 最好在行军时 近距离的攻击白人士兵 并且最后决定呢 不是在夜间袭击 而是在天亮之后 在发起攻击 西部里上校的部队 所扎的营地 在一个小湖边 而且呢 那个小湖有一条溪流 流向东北 他手下的第三步兵团 在小溪以南的直高点扎营 第六步兵团 在小湖旁边扎营 第七步兵团呢 则在小溪峡谷后面的右后方扎营 所有的部队和马车大炮 都被战壕包围 西部里上校的计划呢 是在更北的地方 也就是开阔平原上 和小乌鸦的部队进行决战 他觉得平列着 他在装备上的优势 可以轻松的击败苏族人 趁着夜色呢 苏族战士们就进入到攻击位置 大英后来回忆说 他们潜藏的位置 甚至可以听到白人们的笑声和歌声 而白人部队这个时候 对苏族人的位置一无所知 在西部里的部队中 负责外围防御的是第三步兵团 那么在1862年7月13日 在田纳西州的 与南方邦连的一次作战中 第三步兵团270名士兵 惨败于邦连的部队 那么随着他们加入到 与苏族印第安人的战争 那么第三团的士兵们就看到了 来洗刷自己耻辱 证明自己的机会 西部里上校呢 也对这批经验丰富的 参加过内战的老兵寄予厚望 那么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第三团 失去了大部分 仍然被邦连俘虏的军官 那么这时候的指挥者 是原来 明尼苏族第一步兵团的 文尔奇少校 本来呢 9月23日清晨 苏族人打算埋伏好 准备在西部里上校 出发行军的时候 发起突然袭击 从而击败 西部里上校的部队 可是呢 早上7点钟左右 当其他部队还在吃早餐的时候 来自第三步兵团的一群士兵 就乘坐着四五辆马车 离开营地 每辆马车上坐着四五个人 他们是想去挖土豆吃 后来有人回忆 因为第三步兵团 在田纳西的作战中 容易受损 所以第三步兵团的士兵们 军纪很差 经常不守规矩 因为没东西可以吃 所以他们就擅自离开营地 去找土豆 那么在离开营地 大约半英里的地方 他们马车就进入到草原 结果呢 就遭到了苏族战士的袭击 后来苏族部落首领 大英解释说 当时有几辆马车 并没有在路上行驶 而是直接冲到了草原里 而正在草丛中埋伏的 苏族战士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马车 把自己碾死 所以呢 只好站起来 发起了攻击 而第三步兵团的战士 在受到攻击的时候 马上也开始了还击 于是激烈的战斗 就此展开 枪上一响起 没有等待西伯利上校的命令 维尔奇少校就率领着 第三步兵团的200名士兵 迅速赶到了战斗现场 维尔奇少校把一半的人 保留为预备队 其他的人 以散兵线向前推进 这个时候 第三步兵团 曾经参加过美国内战的优点 就显现了出来 他们以散兵线 稳步地向前推进 迅速地开火 迫使着苏族战士 退回到了明镜苏达河的悬崖边 那么随着第三步兵团的推进 苏族的战士们 再也没有办法隐藏他们的身形 纷纷地从草丛中站了起来 当时有位目击者说 整个草原似乎和那些苏族人一起 活了过来 第三步兵团向前推进了大约一英里 不过呢 西伯利上校怕他们遇到苏族人的埋伏 所以要求他们撤退 维尔奇少校刚开始拒绝了 但随着他看到越来越多的苏族战士们 出现在草原上 所以呢 他被迫率领了第三步兵团向后撤退 不过因为第三步兵团它的纪律性非常差 所以在撤退的过程中 整个阵型就出现了混乱 维尔奇少校被击中并且摔断了腿 后来是被抬回了营地 当第三步兵团撤退到小溪对面的时候 形势非常的危急 不过这个时候呢 西伯利上校所派来的援军 40名伦维尔游骑兵队赶到支援了第三步兵团 这支骑兵队呢几乎全是由混血而组成的 英勇善战 他们由戈尔曼中尉指挥 那么在他们的帮助下 第三步兵团就站稳了脚跟 从混乱中恢复过来的第三步兵团 又重新燃起了洗刷他们之前 在内战中耻辱的强烈欲望 所以50名士兵在奥林中尉的率领下 进行了一次狂野的逆袭 这极大出乎了苏族战士的意料之外 结果呢和第三步兵团交战的苏族战士 被彻底击溃 与此同时呢 苏族部落也打算进攻西伯利上校他的右翼 那西伯利上校就命令马歇尔中校 和明尼苏达第七步兵团 进行防御和反击 马歇尔中校就把他一半的手下 都安置在为了保护营地 而挖出的战壕里 剩下的人呢 作为散兵 推进到整个战线的最右边 凭借着优秀的防御攻势 马歇尔中校的部队 就给予了苏族战士巨大的杀伤 而且呢 第六步兵团的格兰特上尉 又率领两个连前来增援 那么马歇尔中校 就向苏族人发起了逆袭 苏族人丢下了大量的尸体 被彻底的击退 而在整个战线的最左翼 西部里上校命令威尔逊上尉 率领了第六团 一个连的兵力 占领了一个山脊 在那里呢 他们队打算对侧翼发起攻击的 苏族部队 进行了应有的阻击 最终破坏了苏族部队 在这个方向上的企图 在整个的战斗中 美军充分发挥了 在炮火上的优势 两个小时的战斗 美军的六棒炮和山地榴弹炮 就没有停止过发射 这给印第安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苏族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曼凯托 酋长 就被炮弹炸死了 那么苏族人抵挡不住 只好撤退 西部里上校也决定 不追击撤退的苏族部队 因为他手里缺乏 足够数量的骑兵 战斗结束之后呢 西部里上校的手下 曾经有人想要剥去苏族死者的头皮 但是遭到了西部里上校坚决的反对 而且西部里上校颁布了命令 任何敢于这么做的人 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场被称之为武德胡的战役 是1862年苏族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 美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那么苏族人伤亡惨重 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后 西部里上校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 苏族人受到了沉重打击 他相信苏族人不敢再站出来了 这场战斗也标志着 在明珠斯达州 苏族人有组织的反抗就此结束 而因为取得了这场胜利 西部里上校很快就被总统林肯 提升为联邦军志愿军准将 那么战败之后的苏族人 他们的命运又将是如何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